今天是周六 一觉醒了的话外面又下雪了 这是我们这的第二场雪呀 本来还想着周末能干点活 现在的话 又干不了沙漠 你知道我们那个5P的的话只弄了一半 还有一半没弄完呢 我天哪 冷的 昨天晚上下的是小雪 我想把那几个木桩子给弄掉 我把一些小树已经砍掉了 看到吗 咋说呀 到时候看看 弄个菜园啊花园什么的 这个地方还挺大的 哦好乱 我们下雪了之后去哪怎么取呢 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烧煤器点这个壁炉 另外的话就空调的话就二十二十小时打热 这样的话 烧煤器的话可能会节省一点空空调的费用 今天的话我们打算的话是要把门口的那个水管 就是给改造一下 就是给改造一下 我觉得这是这个房子里面我不太喜欢的一个设计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一个水管 就这根水管直接就是把上面的雨水接下来 然后它直接是放在这的 这天冷的时候这里就容易结成冰 然后容易滑倒 我现在打算的话就是一会去home depot那边看看 买根管子 把这个水从这引到这边去 就但是的话那个管子会经过这里 我们到时候还得又量一下到底多长 就是这里管子经过这里的话会有点不好看 那没办法我也不想去挖一个 挖个地道啊 就这次太麻烦了 所以说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容易解决的一个方 你看我这的话我已经买了一个素料的挡板就是 就房子这个雨水 这草地的雨水流到这里了 这是这个房子我很不喜欢的一个设计字 我现在的话要量一下这个 我们需要大概多少长的那个管子 现在呢我已经把这个出车口的话已经转了个方向 你看看到 从这里没穿过来 然后的话从这里出来 最后到了 一根长长的管子过去 我们现在要赶紧要去home depot 因为现在这个水的话就直接流到下面去了 屋里上的那个血水正在浓化 我们现在要去home depot买东西 我们要的地方 对 哎呀忙了一个下午 终于把这弄过去了 就是摆了两个接头 两个白色的你看到吗 然后一根管子 接过去 一直通到那一头 现在的话就是很难看了 这个门口横着一根管子 白色的管子 就将来的水的话就直接排到这边 这是出水口 嗯 现在没有水没下雨也不知道能不能排出来 因为水往低处流嘛 只要管子的话一直往低处排的话应该是没啥事啊 嗯 我刚才 试了一下好像是应该不会 就是 漏水 现在就最怕的就是这里这里有点可能 不太 就是不太清晰 鞋度不够 就怕水从这里这里面出来 别的地方我都不担心 因为这边的话都是高的嘛 一直低下去 你看 现在的话结冰 这水已经结冰了 今天这零下好几度 这很滑 所以说这是我们这个房子 真的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设计 所以直接躺到这边了 啊 希望这个能解决这个问题吧 将来的话我估计到时候 我考虑在这边 就是接一道 那那装的话接个台阶 跟这个漆平 跟这个漆平可能把这个遮住可能好一点 我个人觉得要不然的话这个确实太难看了 或者是的话就是 把这个白色的那个管子的话刷成在地面一样的漆 到时候我买一个就是防水的地 那个刷地的漆 把它搓上 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的话也可以告诉我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拜拜